2022 KFA高雄時尚大賞被稱為南台灣最大時尚盛典 廣邀青年時尚新秀到高雄 藉由這個平台走向國際 並為了發展高雄時尚設計產業 串聯高雄特色場域、商圈與相關產業 舉辦一系列精彩活動 帶動整體時尚產業環境 11月5號舉辦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入圍團隊作品將在蓬萊戰武庫現場動態展演 我們2022的高雄時尚大賞 我們這一次特別放寬了所有的報名限制 我們除了年紀的規範之外 我們不限縣市、不限國籍、更是不限主題 我們就期待所有的新銳設計師 都可以透過高雄時尚大賞的這個舞台 發光發熱 那我們在這一次得獎之後 也會特別協助我們所有的得獎的作品 來報國際的獎項 然後能夠對接國際的舞台 期待他們之後可以繼續的被看見 那我們期待像這樣子的一個競賽 不是在決賽之後就結束 我們持續也會去媒合 每一個設計師的作品 讓更多人看到 儘管我們今年只到第三屆 但是感謝焦哥這個三朝元老 跟這個周玉穎、Justin 也都是我們三年都有在支持我們的高雄時尚大賞 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今年的報名範圍擴大嘛 所以作品更精彩 報名的劍數一百三十幾件 然後最後決賽十件 我已經挑好跨年要穿什麼了 我今天就是來挑跨年主持的衣服 還有耶誕主持的衣服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跟滿足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們對於時尚的熱情 再加上高雄市府的支持 我們台灣的時尚圈是很有希望的 只要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樣 常常穿 我相信他們都會發光的 青年局指出 高雄時尚大賞是為了發展青年新創產業 與時尚設計創意的結合 實現時尚設計落腳理想 並活絡高雄時尚設計產業 恭喜本屆金獎 洪依童設計師防禦機制 同時獲得最具商業價值賞 青年局將持續媒合國際競賽 名人穿搭等 協助優秀設計師一步步建立知名度 持續豐富就業創業履歷成就 以上新聞由記者潘憶瑋 郭怡貞採訪報導 傷心的時候 有我陪伴你 歡笑的時候 與你同行 關心你的點點滴滴 掌聲廣播電台